第四个定律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完全感 那么多的无力感 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支持 觉得自己不被爱 好 各位 又来了 当一个人 觉得自己不被支持 有没有悲伤 有没有无力 当你觉得你不被爱 有没有无力感 有 没人支持你 没人爱你 你要做什么 人家不支持你 对不对 你觉得自己 没有得到周遭的人的 祝福跟爱 好 这里我先来讲一个 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直觉 因为我们台南 有个同学 他在去年曾经被诊断是胰脏癌 跟整个台南帮就开始电话 打给朱亲友 很多的亲友跟关心的人 我们的高雄黄主任 也带领我们的同学 在我们的高雄分会 在做一个祈祷 呼唤宇宙爱的力量 呼唤宇宙的疗愈的力量 然后我们用这个念头宅疾变 思想宅疾变 那我们的同学 他正在开刀房 正在接受手术 在麻醉当中 因为我一直忘记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 讯息进入潜意识 最有用 在麻醉的时候 人在病重 最虚弱的时候 还有在睡觉前 你看女人是怎么控制男人的 在男人将睡未睡之际 在他的耳边睡睡念 什么都答应了你 开玩笑的 所以刚讲 人在将睡未睡之际 是你最好的自我催眠 像很多的冥想 或是很多的CD 尤其那段时间最重要 因为那段时间 你的理性没有在作用 讯息直接进到潜意识去 不知不觉之间 讯息进来了 因为当你醒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讲这样对吗 这个声音怎么像太监 这样说 有道理吗 可是以前的人都不是这样说 你的念头一起来 你已经在排斥了 有没有 你已经在挡官了 你已经在做一个筛检了 可是当你在迷迷糊糊的时候 就说 有道理 对 好 真好 是 就是这样子 可是那是你自己 给自己施语的自我催眠 所以各位 很多时候 你在睡前的自我暗示 很重要 在临睡前的自我暗示 我将化解生命的无力感 我将打破我的沮丧 明天醒过来 一样是 人生这么亮丽 有没有 在睡前自我催眠 然后有时候老公跟太太催眠 太太跟老公催眠 有时候跟我们的孩子 说 睡前故事 说到孩子睡着的时候 告诉孩子 孩子你好棒 孩子 不管你这辈子表现得好不好 爸爸妈妈都 以你为荣 有没有 这句话给他说下去 给他灌输到潜意识去 孩子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 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 永远爱你 我们这一辈子 永远以你这个小孩子为荣 所以我刚讲 我们的同学 当我们这样子 他在开刀的过程当中 大家给他的这个意念 不用等以后再做祝念团 我们在他需要被帮助的时候 就开始给他祟祟念 给他祟祟念 用念力思想波来帮忙他 可是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同学 听说离开开刀房 离开挥复寺的时候 他觉得精神特别好 好像整个人焕然一心 真的整个人焕然一心 因为我在想他那时候 大概有收到很大量的能量 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的念力 是无远佛界的 甚至是超越时空的 这样子想 怎么会有无力感 我们刚讲 你觉得不受到支持 不被爱 各位这也是幻象 因为你觉得自己 不值得被支持 不值得被爱 我们讲信念创造实相 创造不出来就变实相 如果你永远觉得自己 是一个没人会支持你的人 没有人爱你的人 你就会吸引很多你周遭的人 这样对你 像我的实相里面 当我决定要这样做了 而且这样做是立体立人 支持我其余免谈 鼓励我其余不用说 各位回去对你的父母亲 亲密办理说这句话 用爱来对待我 因为我们的信念会创造实相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 不被支持不被爱 你怎么会有力量 可是其实你往更深的内在去看 真的人家不支持你吗 不一定 真的人家不爱你吗 不一定 各位 我要讲一个定律 希望大家永远记在心里 你永远是被支持的 你永远是被爱的 你永远是被支持的 不管表面上怎么样 各位 你永远是被爱的 这是一个信念 这是一个信仰 宇宙的能量 内我的能量 内我的能量 你内在神性的自己 还有别人神性的自己 一定是支持你的 除非你用自己的防卫 对立 攻击 仇视 来让自己看不到 我们的社会太多对立了 可是其实 每个人 如果你把你的心眼打开 你真的是被支持 真的是被爱的 好 你去试试看 把你很多的表象拿掉 相信你是被支持的 相信 相信你真的是被爱的 那一旦你感受到了 你生命很多的无力感会化解 然后周遭 支持你的声音 马上就出现了 因为是你召唤这些声音来的 你内心已经 对你自己都不信任了 你召唤别人的 也是对你的怀疑 你召唤别人的 也是对你的不支持 可是很多时候 你没有看到 别人是用他的不支持 在支持你 所以各位 我教你一个法门 你不用从今天开始 告诉你的孩子 爸妈支持你每一个决定 而是告诉他 爸妈永远支持你这个人 至于你做的是什么决定 你自己斟酌着看吧 我永远挺你这个人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我不知道对不对 可能我的智慧有限 但是我挺你这个人 这就没有问题了 人都喜欢被挺的感觉 你的老公老婆要做什么事 做什么行业 要怎么样去发展 你跟他讲 你要做那个东西 也许你真的需要我的意见 我可以给你意见 但是我不支持你这件事 不代表我不支持你这个人 我不借钱给你 不代表我不支持你 可以这样去做 这是两件事 你不要混我一谈 你不要混我一谈 对于人永远支持 人永远该被支持 所以我以前常讲一句话叫 同理而不同意 我永远同理你 我同理你想要去杀人的愤怒 我同理你恨你妈妈 因为你妈妈从你国中开始就有外遇 我同理你这个愤怒 可是我并不同意你恨妈妈是对的 这样了解吗 我并不同意你去把妈妈杀掉是对的 但是我能同理你的痛苦 同理你的愤怒 但是我并不是同意你该恨你妈妈 毕竟那是大人之间的事 大人之间的事 大人的事不是对小孩子一句话可以交代得了的 妈妈有没有外遇 是他跟爸爸的婚姻关系 你跟妈妈之间 是妈妈有没有爱你 妈妈有没有疏忽掉照顾你 你去谈你跟他之间就好了 他有没有外遇 是他你爸爸该去面对的事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能够同理你的痛苦 同理你的愤怒 但是我不见得同意你的做法 所以各位赶快对你周遭的人 释放出同理而不一定是同意 对你的孩子也是一样 永远支持你的小孩 一个被支持的人 被爱肯定的人 他不会错得太离谱 那如果一个人被支持了 被爱了 他很多生命的无力感会拿掉